太坦對不對 好 那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像是 我記得從去年開始 我就有朋友開始在使用 蝸牛 蝸牛 蝸牛其實在這兩三年 非常的紅 尤其是 因為其實蝸牛 有人說是從韓國紅回來的 其實它正確應該是從法國 那邊紅回來的 因為蝸牛其實在法國那邊 我們今天一整集是美食節目吧 待會就會推一個餐車出來 什麼都有 還有靠天的 做歐盟有機認證這個東西 那個是非常難認證到的 一個有機認證 那時候歐盟有機認證 那邊有一個品牌 就是專門在養一些蝸牛 然後他們就給這些 給這些蝸牛吃那些有機的食品 然後吃一吃就發現 原來蝸牛爬過的黏翼 因為黏翼裡面還 等一下 你剛剛說 給蝸牛吃有機食品嗎 對 因為牠要來牠 給蝸牛吃什麼 比如說像吃一些夜菜類等等 都吃掉有機食品出來 夜菜類 真的 真的 還有一天五蔬果吧 對 就是吃一些 很營養的那些 就是很好的有機農產品 這樣子 對 然後吃完之後 等一下Sam 你可以現在 我可以打斷你一下 好 你可以對我們的觀眾朋友說 我Sam 跟大家保證 我今天在節目說的 都是真的 好嗎 我跟大家保證 我說的完全都是真的 沒有任何一句謊言 因為你講的時候 每一字每一句 聽起來都非常非常荒謬 而且非常的緊張 但牠又很正 但是又是真的 好 請繼續蝸牛 那因為蝸牛本身呢 因為只要蝸牛一受到刺激 牠身上就會分泌黏液 什麼刺激 比如說牠可能有敵人有經過牠 或者是你去敲牠的殼 牠是不是就會縮起來 對 這縮起來的過程呢 牠就會產生一些黏液 那這個黏液其實在我們的 整個化學裡面 叫做多醣體 那多醣體本身呢 牠就有很好的修護功能 所以你不要在路邊 看到蝸牛爬過去 然後你去刮牠爬過去 那一道黏液 那是不行的 那沒有用 一定要刺激牠 刺激牠產生緊張的那個黏液 刺激牠有一點快 對啊 對 我先跟你講 你們人愛真的很討厭耶 沒有 不過我們有不人道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牠蝸牛刺激式 牠就是養好之後 牠全部都去刺激牠 其實牠 雷只是說牠不是從小被嚇到 對 牠沒有 完全沒有把蝸牛殺死 對 就是 那我真的解開我多年疑惑 因為我之前聽到蝸牛 我以為是要把牠殺了 然後取牠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還覺得說 我才不要用這個 這樣才是不人道 沒有啦 所以其實不是 沒有 不是不是 完全沒有取到牠任何的肉 或什麼的 只是有讓牠稍微驚嚇就對了 對 那因為牠裡面 還有很多的多糖體 跟礦物質等等 然後牠裡面的膠原成分也很好 那是不是就像那個 擠柳丁汁一樣 就是一個一根一根的管子 然後就是上面有牙籤 然後就是每兩秒鐘 就是戳牠一下 然後就黏液出來 然後再戳牠一下 黏液出來就是 有刺激式這種東西 OK啦 要這樣比喻也是可以 不過我今天有帶來 這邊 好 無奈 因為我想要給你們用一用看 這一個是蝸牛的 你自己有用過 這是蝸牛的精華液 你真的好長白色 實在太厲害了 這個 你看 而且牠不會黏 蝸牛要出來了 對 好刺激 好刺激 刺激 然後其實蝸牛這個東西 它擦完之後 如果說皮膚很容易 就是比較脆弱 影響有一些人 像現在大家都是電腦組 對 手機組 智慧型手機 可能常常看等等 你會發現皮膚會很容易老化 然後蝸牛黏液 它可以延環你肌部老化 對 就好像你的老化速度 像蝸牛一樣的慢 爬行一樣的慢 這是我自己講的 對啊 我覺得這應該是你自己發明 不過也真的是這樣子 對 因為我知道所有的 蝸牛萃取的保養品 不論是精華液乳液 它好像是抗老的功效 對 就是抗老 延環老化 對 而且蝸牛的 蝸牛的成分 蝸牛的萃取率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它可以 因為有一些 橡膠原蛋白那種 對 你會發現有一些人 那可能白天起來 臉可能就是這樣子 比較緊緻的 那可能跟水腫也有關係 或許 對 應該是水腫 對 我不一樣是你到下午的時候 你發現到十五點的時候 你的臉這邊是這樣子的 有沒有 所以蝸牛的這個原液 裡面的萃取率 可以讓你的皮膚是膨起來的 油內外膨起來的 而且我覺得它 跟之前的幾個 不同成分比起來 它的保濕 它比較不會那麼太過滋潤的 它反而很好吸收 對 那這裡面其實 我帶了這一瓶 它除了裡面 有蝸牛的這個萃取率之外 它裡面還有加了 所以這瓶是一個精華液 對 它是兩個混在一起 不過它主成分 還是蝸牛原液 對 是混在一起 整個就法國餐 拿到本粥了 真的 就是又魚子醬 又烤甜